我们的天父上帝 祝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安息日能够聚集 求祂在接下来的时间 甚至在未来的一个时间 能够掏空我们的心 让我们成为虚心 甚至是饥渴乌亦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 甚至是能够为了我们的认罪 为了我们的罪 而悲伤感到哀痛 因为你的八福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都会得到你所自福的一切 我们这样子 待会敞开我们的耳朵 并且打开我们的心 请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讲道当中 能够更加的认识你 能够更了解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5章4到6节 跟诗篇37天10到12节 还有约翰福音6章35节 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次经文 我们预备 行 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 上帝要安慰他们 坚合的人多么有福啊 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 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 只要一眨眼 邪恶的人就会消灭 你找他们也找不到 但是谦非的人要定居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要安详无穷的幸福 作恶的人谋害一人 向他咬牙献齿 真正是他 耶稣对他们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到了我这里来的 永远不乐 信我的 永远不可 我们请教育祖师在我们这边 在今天 牧师所分享的 就是 接续我们在这一季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 所分享的就是 第二福到第四福 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进入马太福明第五章的查考 那第三节到第十二节 就是祝福明的八福 上个礼拜我们有看第三节 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 第四节到第六节 这是三场宝训 有人说 这是八福是三场宝训 那在这个里面 除了 牧师有说 这个部分是说 做一个基督的气质 所谓的气质就是说 你知道什么是对你有益处的 然后你把它内化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那除了这个气质之外 很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气质是里面 人看不到的 那很重要的就是 你怎么样活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 让人家看到 所以呢 在八福之后 所接着下去的 就是耶稣有说 你们要更能做世界的光碳严 而且要求门徒 所要做的是 是比他们看得到的宗教的领袖 或原来的犹太人 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首先 很快的第一点 看第二大点 莫师会带过去 在我们周报第六页 和到第七页 有那个大纲 八福的八 所指的 我已经讲过 犹太人 他们在很多的数字上 有他意思 例如三 例如五 例如七 例如十 例如十二 而这个八在启示录 我们看到很多是像四个天使 等等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个八所指的是 让四面八方来的 不管是不是犹太人 只要愿意学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 听了以后愿意去做 这个叫做愿意学做基督的门 基督的门徒 既然是门徒就是实际的去把它行出来 那中心到底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福是什么呢 那八福的里面 我们讲过 前八 八福的前 八 前判断 每一句的前判断 就是你有这样气质的人 你有这样特质的人 你就会得到 在上帝所为你预备的福气 那我们有讲过 这个福气不是用想象的 不是用感觉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旧约里面如同云柱火柱 上帝同在 同在非常亲密的关系 好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讲的八福 那什么样的人 是有福的人 刚刚讲了八福 拥有着八个特质 像气质的人 那 总归一句来讲 就是在耶稣所面对犹太人 跟他讲八福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他是犹太人 因为登山宝训 他所面对的就是加利利境内的人 就是原来是犹太以色列的人 所以有福的人 主耶稣就跟他强调 只要你听到上帝的话 主耶稣 愿意去遵守 愿意去遵守的人 那第二个叫做 洗净自己衣服的人 就是不断的 从自己的生命的当中 愿意去 不断的 不断的不让罪恶控制自己 而 愿意 让上帝随时洁净自己的人 好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牧师特别 所要讲 所要强调的 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从 八福里面的第二句 他说 为罪恶悲伤的人 多么有福啊 上帝要安慰他们 那如果在格格本所讲的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为恶悲伤就是哀痛 为恶悲伤 爱痛的人 在原来 希伯来文的字 的里面 什么叫做 为罪恶悲伤 哀痛 就是 因为 忧伤而生疑 就是痛到哀出来 有时候我们去扭到 手扭到 脚扭到 去给人家瞧 手脚的时候 好 你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好 那一刹那很痛 所以这是痛到你受不了 而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 声音 就是叫出来 叫出来 那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人哀伤 有时候会用什么 他说我生命好像死灰 好像鲁岛灰一样 那个不是倒灰 就是那个好像灰烬一样 然后他们在上帝的面前 是撕裂衣服 在这边说 我巴不得把我整个人撕裂 但是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撕裂衣服 那圣经有说 他以受战代替哀歌 他以华冠代替灰神 以喜乐代替忧伤 所以这种因为在上帝的面前 因为忧伤而生灵的人 在这里说 上帝要安慰他们 可是忧伤 我们有很多的忧伤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但是在这里 有讲到一件事情 你为了什么事情而忧伤 那牧师有说 我们有时候了解圣经 我们要回到原来 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情况 当时在犹太人 他们很多人很忧伤 因为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王伯鲁 王伯鲁就是他们在 罗马的统治之下 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吗 不是耶 在圣经的里面 他们在逝世的时代 他们就不断的 受到外国的一个搅扰 然后我们就看到 甚至于他们被 辱到巴比伦的时候 到巴比伦的时候 所以他们在心里面 很难过 很伤心 甚至于他们就想 上帝你是不是不爱我们了 为什么一直让我们 在这种苦难的当中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 所面对的景况 就是他们的哀伤 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忧伤和身影 他们深刻的感觉到 他们正在被上帝处罚 他们在罗马的压制之下 他们认为说神啊 你有没有听到我哀哭的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我哀哭的声音 我们想要你再一次 再一次的来拯救我们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以色列人在这个当下 和我们现在给我们什么启示 第一个就是说 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景况 不是上帝故意要折磨他们 而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出了问题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知道一件事 他回复历史 尤其是世事那一段 当他们愿意悔改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就拆开世事 让他们获得拯救 然后每一个世事完 拯救以色列人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和平 和平到他们苦难开始之前 一定有个字 什么 他们凭己意而行 当他们获得上帝的拯救 安慰之后 他们怎么样 忘了 忘了的时候 再一次平己意而行 接着下来 上帝又要怎么样 管教他们 我们说处罚也好 管教和处罚 请问什么时候 你会被管教和处罚 约定好了 好你不能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要处罚你 像我们一到新的学校 要重新编班的时候 老师跟学生 一定会做一个约定 这个叫客室管理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上帝也跟我们约定 好 你看 所以在出埃及记 上帝讲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也是一个承诺 我是你们的上帝 下句 你们是我的百姓 好 那如果这样 我们就要照约定而行 所以这个约定 是非常重的约定 我有讲过在 创世纪 亚伯拉罕被呼召之前 的时候 上帝跟那时候 叫做亚伯拉罕说 你去准备一些的祭品 排成一列 然后在帮文的时候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除了小支的 像那个小支的鸟 像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班鸟那种 是烧到烤回答 另外一些 就看到被铺开的 那个记录的当中 有火这样烧过去 那个就好像 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要用现在经验去想像 就是好像找人去庙里怎么样 斩鸡头 鸡很无辜 就说如果我 没有照样行 我就像这只鸡一样就对了 可是那时候上帝的约定 上帝跟人的约定是什么 这个是我跟你们立的约 你们人 如果没有遵守的时候 就像这样 而我上帝 我也像这个样子 如果我不信实 我就一定 会跟你一样 所以他把自己 拉成 跟我们一样 好 我们就按照这个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 好 所以 在这个当中 以色列人回顾 以前被铺的 例子 以前逝世的时代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神啊 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正在被你处罚的当中 因为我们并没有遵守你的律力 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在罪恶当中的痛苦 无能为力 他们凭自己没有办法 所以呢 他们为这个 这里讲的 为罪恶悲伤的人 这个罪恶是他们清楚的明白 为了自己得罪上帝 而悔改和难过 好 所以耶稣告出他们一个出路 耶稣提醒他们 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 你们现在的忧伤 不 其实今天这三个珊瑚 其实他还有灵 他其实都还有相关性 因为耶稣都是指在一个中心点 就是其实你们都是因为罪的缘故 导致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 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 因为人民的犯罪 好 人民的犯罪 以色列的犯罪 最常出现的 或在这个当中 他们到底因为什么事 上帝不高兴 我们可以看到 通常就是 通常就是 他们 道道安然 他们假冒为善 他们信仰所说的 所听的道理 他们却没有这样去行的时候 却没有这样去行 好 所以 在这里 那 以色列的百姓 知道他们正在 被上帝处罚了 好 那既然他们被上帝处罚 他们也知道自己是错的时候 请注意 上帝的安慰要出现在什么时候 就是已经达到教训的目的 已经达到教训的目的 好 我们回到现在的状况 我们除非一个老师 他对这个学生是贴标签 或者有针对性 如果不是贴标签和针对性 老师都会 处罚学生的时候都是 为什么 因为你所做错的事情 当这个做错的事情 付上代价 或者已经改正的时候 这个老师怎么样 他就会跟学生恢复 或者保持本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当以色列的人知道自己犯了罪 得罪上帝 而他们愿意为这样悔和难过的时候 经文说 上帝要安慰他们 上帝要安慰他们 好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耶稣再一次的告诉这些百姓说 你们只要愿意悔改 重新遵守上帝的诫命 上帝要来安慰你们 而这个安慰是马上就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在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讲 就是说 上帝会拯救他们脱离被统治的 被统治的苦难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里面 耶稣进耶路撒冷层的时候 很多人不明白 他们还是认为耶稣来是带来鼓励的 但是耶稣所说的 我带来的自由 我带来的释放 我带来的信念 是从心里面的悔改 而不是你们现在以前世世时代 以前旧约的时代 所看的建立王朝的这种的拯救 而是上帝要从我们的心里面出发 带来完全的更新 带来完全的更新 好 所以要知道 为罪而悲伤的人 这里最后一个提醒是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为很多什么东西来悲伤 我们可能为了上帝的助手不过来悲伤 我们可能为了很多不适罪来悲伤 可是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 你有没有为了得罪上帝而悲伤 得罪上帝而悲伤的时候 我们才能清楚的看到 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去对付的地方 好那接着下来 第三福说 千和的人多么有福啊 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在和德本说千和的人讲的叫做温柔的人 所以千和就等于温柔 在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圣经节 诗篇37篇10到12节 他说 只有一眨眼 邪恶的人就会消灭 你找他们也找不到 但是谦卑的人定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好所以我们看 所应许的产业 其实这个引用就从这里过来的 所以所应许的产业 原来所指的是非常实际 非常清楚明白的 就是土地 就是地土 然后上帝所给人的这个土地上 要在这个当中安享无穷的幸福 好那无穷的幸福 那上帝还保证什么 保证说 如果你们在这样的无穷的幸福的当中 你们叫做义的人 那如果有作恶的人要磨害你们 那上帝必定会保守 那上帝必定会保守 而且上帝会让这样的人 他们的轨迹不会得逞 好不会得逞 好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知道 温和的人 谦和得温和的人 好那什么叫做谦和 谦和是一种稳定 照约而行 而非用情绪感觉来决定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 你会不会常常在这个信仰的状况之下 起起伏福的 一下子觉得上帝对我很好 一下子觉得上帝不好 一下子觉得上帝有祝福我 一下子觉得上帝好像没有祝福我 然后在信仰的当中 你会发现 常常在拉扯 常常在拔痕 好我们就来想一件事情 跟上帝的如果说这一个 你比较难想像 结婚之后 好如果你跟一个人结婚 结婚之后 有没有很多的拉扯 有没有很多 常常的说 我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这个婚姻的路就会很颠簸 但是如果在结婚之后 两个人能够依照当初的婚约 约定来写 例如说不论处有或者贫贱 不论是生病难过 我们都愿意彼此扶持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婚姻的当中 虽然有风浪 但是可以持续的向前行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在这里谦合的人 愿意到约定而行的人 在圣经的里面 就是在上帝的面前 称为义的人 那义的人 义的人 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合一的关系 就说OK 我们来检 随时随地拿合约来检释 你如果照这样行 有 随时随地常常看合约的时候 大家都有照着约定而行 那在上帝很多的特质里面有说 祂是慈爱的上帝 祂是全能的上帝 祂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在上帝的特质里面有两个字 叫做信实 什么叫信实 就是祂讲的话 我们相信一定就会这样子做 就是祂从来不会失约 祂从来不会失信 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会失约 会失信的人 通常是人 我们有没有去办过贷款 或者说去房贷 车贷等等 通常我们违约没有缴的时候 会怎么样 先来一个简讯 叮咚 某某某 你这个月的车贷房贷 在几号以前还没有缴 如以缴清 怎么样 不用理会迟简讯 有没有有没有 好 你在丁荣第二个月 还是没有缴的时候 第三个月 纯正信函就来了 某某G 你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贷款 到现在已经几期没缴 好 请 那个赶快缴清 切勿置勿 就类似这样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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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一个流程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简讯 我们看到纯正信函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 提醒 提醒我们不要混约 所以我们就讲到一个角色 先知的角色 我其实有时候 好 我讲这个 可能又会跟 如果弟兄姐妹 你们有去其他 一些的教会 可能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心理经验 很多教会 现在怎么样 先知性的服事 先知性的角色 我跟你讲 如果你去读圣经 你看到先知 你要怎么样 你要比比头 你要很难过 你要很 很知道说 完蛋了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先知从来的角色 是预言 但是注意哦 跟现在 你去教会的先知角色 不一样 现在告诉你说 先知 先知的角色是预言 是警告 可是现在很多教会 把先知性的角色 把它变成说 说预言 在个人的生命的造就 或者说上帝要怎么样 跟你讲 旧约所有的先知 他 这些先知 都很 我们不愿意见到先知 而旧约的先知 他很不愿意当先知 为什么 这些先知 都要被 石头砸 石头丢 因为他讲的话 没有人喜欢听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先知 大受欢迎 但是这种先知 我必须要讲 或许在新约里面 我们要去检验 是不是真的先知 所以牧师在这里 我也必须要很 诚实的讲 我 我可能会 这样讲 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 圣经 当我看到先知 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害怕 要去注意 所以上帝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他呼召的先知 是不断不断的恶提 命令说 你们要遵守 你们要遵守 不然你们不遵守约定 你们没办法得到福气 你们可能会得到 上帝的福怀 所以当有人说 他的先知 来到你面前说 你没有必须 他带来的通常都是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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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要知道说 在信实的上帝 他在救援的时候 与以色列人 立约 像刚我讲的 在出埃及记 那个是非常典型的 我是你们的上帝 你们是我的百姓 跟着契约这样走 就没有问题 但是上帝联名人 知道我们无法 在这些的律法律例的当中 这样遵守 靠我们的力量 所以耶稣基督来 今天我们所守的圣餐 就是新的约定 新的约定 主耶稣不单单与以色列人 他与普世 就是所有的人 立了新约 立了新约 让我们有机会 跟上帝恢复 合一的关系 合一的关系 好 那 在这里 在如果我们看 保罗在罗马书 三章二十一节到 三十一节所讲的 这一个部分就是 凡有意愿接受 这个救恩的人 上帝要借着这个十字架 就是有耶稣基督 在上面的十字架 立了一个新约 那你看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也是 就是说 凡遵守这个新约的人 这个约定是什么 契约所写的是 你接受耶稣成为救主 什么叫接受耶稣成为救主 就是成为救主 并且遵守他教导的人 你就可以称为义人 所以旧约和新约 所讲的这一个义人 很清楚的讲一件事 不单单听 而且要去行出来 不单单听 而且是行出来 不是只有听 不是只有签订契约 听了以后我们觉得好 签订了契约之后 要去照约定而行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去行出来 好 那如果这样的人 能够得到的是什么 他们要承受 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刚刚我们讲 如果是从诗篇三十七篇来讲 是实实在在 在当时所指的是实际的土地 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这个是非常振奋的 因为他们的土地 正在被罗马帝国所统治 所以当耶稣实际告诉你们 这个福气不是 我前面讲的 不是只有感觉 不是虚幻虚幻的 而是你们 在你们生命的当中 就会去经历 如此的丰富 所以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当如果我们 把有生的盼望 都寄托只是在 死后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失去 对现在的生命 能够领受丰富恩典 这件事情 会怎么样 会变得有点宿命论 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都等死后的盼望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不但在死后 在现今的生命的当中 就能够非常 直接的来经历 神所给的丰盛 但是 有一句话叫 过有不及 但是不要以为 现世所有的丰盛的祝福 就等同于上帝全部的祝福了 现世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 好 所以 上个礼拜 上当礼拜 牧师有讲 现在的YouTube频道 或很多教会 有讲一个叫做恩典的福音 恩典的福音 这又是一个over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审判 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 所以在现世 神要给我们的 我们在现世 就能够得到 那 牧师有讲 改天我们再用这个主题来讲 我们要知道 新天新地 已经开始 还没有完成 完成的那一刻 之前一定会经历 耶稣再来的审判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一样要来警醒 好 那在这里 最后 先和温柔的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有旧约 耶稣基督 会这样是到世上来立新约的 原因就是因为 旧的约定我们已经毁坏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守这个约定 我们是什么 毁约的人 我们是不完美的人 所以呢 要如何再次跟上帝签约 当然当中 你除了耶稣基督 除了你自己生命跟他交流 有一句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石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你听到上帝的话 就等于道理 上帝的道理通常在三个形式来出现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圣经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第二个 道成人肉身 约翰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 第三个 上帝的道理 就是透过在礼拜的当中 我已经有讲过 牧师为什么穿牧师符的时候 这要有一个卡 我也是费人 但是主啊 我现在成为你的姓名 当我说的 我做的 我祈求你 能够洁净 让我在此时时刻 将上帝的话语里面的真意 真正的意思 讲出来 有圣灵的帮助和带领 让弟兄姐妹 得到启示和光照 在你的话语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的话语 从创世纪以来都 在理的一件事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 带有力量的 神说要有光 就有光 神要说出来的话 就可以 这样来做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的当中 我们要 重新知道一件事 就从我这里 我们来看一个 经文 我们有在上面 我念给大家听 以赛亚书 我们先看生命记四章一节 他说 后来摩西 劝勉以色列人 就生命记 生命记就是不断重复的 再一次的提醒 所以在这里有说 生命记四章一节说 后来摩西 劝勉以色列人 得人说 你们要听从我教导你们的法律 和规律 规律 所以摩西在这里讲的是 什么叫做 我教导你们的法律 和规律 就是例如 他从上帝所领做的实践 实践就是 上帝亲自跟摩西讲说 这是我的话 你们要如此去行 所以 你们要听从我教导你们的 法律和规律 接下来经文怎么讲 这样你们才能 第一个 生存 你们才能生存 而且拥有上帝 你们祖先的上帝 赐给你们的土地 好 所以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你们要遵从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带有能力 而你们遵从的时候 上帝会照他所应许的 给你们土地 好给你们土地 然后以赛亚图六十章二十一节说 上帝的救恩来临的时候 你的人民 就要秉行公义 好 秉行公义的秉公行义 秉公行义 秉公行义 的当中 那在这里所讲的 就是说 当你们遵守上帝话语的时候 你们就要继承这帝 你们就会看到 上帝做他 你们做你们约定做的事情 上帝就会按着他 有约定的事情 这样做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让我们同毁约的人 重新得到新的生命 然后上帝的话能够 帮助我们 他要驱逐心中的 背叛 邪恶 和敌对上帝的心 所以柔和谦卑这件事 是牵合的人 是让我们 不再用感觉情绪 来决定事情 来感受上帝 而是我们稳定的 照跟上帝的约定来行 使我们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好 今天讲的第四 最后一个福气 第四个福气说 渴望实行上帝之意的人 是多么有福气 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 弟兄姐妹 你的渴望是什么 在旧约 诗篇 你想一想这些诗人 他们的渴望是什么 你很直接的想到 有时候听到那个经文 我宁可住在你的殿中 我好想从此不再离开你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渴望牧师讲到短一点 礼拜天 赶快结束 赶快去做这些事情 什么是你心中的渴望 你有渴望常常听上帝的话语吗 你有渴望祷告读经的时刻吗 人的渴望是什么 你如何解决 那人的盲点在于无法对症下样 好 什么叫做对症下样 当时 耶稣做了很多神迹奇事 但是神迹奇事前面或后面 耶稣都会搭配 什么叫搭配 套餐 耶稣套餐 不是台语 不要听错 是套餐 套餐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说麦当劳套餐 有主餐 有饮料 可能还有副餐 等等 套餐 就是完整的 可是有时候套餐里面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爱吃这个 我不爱吃这个 套餐里面你点下去 其实我要吃的是主餐而已 或者有时候 以前我带孩子 然后一些小朋友出去 点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点某样东西 假设例如 就说 我们去一个地方吃东西 其实小孩子吃那个东西 吃的可能不多 但是他那里有免费的饮料 他那里有电视看 所以他在乎的不是主餐 他可能是负餐 就是这样 底下 就是说自己爱的减的吃 所以这里我讲的是对症下样 我们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长大成人 我们想要得到营养 但是刚刚我所讲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了盲点 我们只是去挑我们自己爱的 那我们可能瘦巴巴 我们可能营养不良 好 所以耶稣在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之后 耶稣讲什么 就是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 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之后 在第六章十五节之后 他到三十五节 耶稣就讲了今天很重要的经文 他说什么 反而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到我这里的永远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当时的五千人还在沉溺在 好厉害一个小朋友拿五米二米出来 耶稣就让大家吃饱了 而且留了十二框 他们看到的是现在立即信 宝族 而且是物质上面的祝福 可是耶稣告诉他们 这些都会过去 还记得在旧约有一个东西 你不能多蠢 隔天就发臭玛纳 这就是玛纳 好 那但是一 在圣经的里面 上帝没让一个人爱二 每天该有的都供应给你们 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 这些都会过去 但是你们有没有对症下药 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随着个人的欲望 要在这个世界满足 永远的不到 因为你建立在金钱权力 建立在比较的上面 你永远无法满足 当你达到一个level以后 你就会想我可以下一个level 我今天 好举个例子 牧师 我已经讲过了 我三年前我当过 光潮的家长会会长 那我也说过 在这个当中 我可能是不用去募款 或自己拿二三十万出来的会长 因为那时候 我是负责在协调 校长或老师之间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 会 我们用台语讲一个叫 癌 癌是什么 癌就是癌症 有中癌的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病症 有的人在权力 在金钱上面 对 我们常常这样讲 他做了会长以后 他觉得不够 他还要去庆选 有的人参加了狮子社 有的人参加了福乐社 现在还有叫同济会 他就认为在这个当中 他一再一再的往上谈 如果以我的例子 如果牧师是这样 我就忘记我当初 当会长这样的一个职路是 原来在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作严来调和 我变成在这个当中 我讲的说 本来是基督徒的角色在这里发挥了 带给别人祝福了 可是我却渐渐的向这个世界靠拢了 我变成也开始追逐名利了 好 所以在这里 弟兄姐妹 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开始吃错药 当时耶稣为什么要五千人吃饱以后 他开始在教导 原来从旧约时代到耶稣出来的时候 以色列宗教的领袖 就也开始无法对症下药 就是这些百姓 希望透过这些领袖 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 可是百姓们 恰贵贴有光 好 那时候 这些的宗教的领袖 对上帝的话开始误解了 或者说用一个便宜形式的 好了 那这样好了 我们很麻烦的 每天 每一个时刻到死之前 我们都要听着去行出来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把实践 例如说 当孝敬父母这件事 我们把条例出来 我们每个月有拿三千块 叫做孝敬父母 我有跟父母 那个看到之后 就有鞠躬点头 这个叫孝敬父母 点点点列出来 就是他们说的 他的母 就是很多的条例 他给他解释 他给他解释以后 然后在这个当中 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去遵守就好 所以他们 他们 他们 无法被针加要 就是他们太错要难了 他们把 听 而去去行上帝的话 解释成 我们遵守律法 好 这里 这里听得懂吗 我们听上帝的话 而去行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听去行 叫做实践 可是他们把 上帝的律法 当做 去做一个连结 属灵的玛纳 所以 其实 我们有时候看到 像现在有些 属灵的小车 他说 那个 林良玛纳 林良玛纳 其实有时候 我看到这个时候 会有点 有点怪怪的 因为在这里 玛纳 旧约的玛纳 和 新约的耶稣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旧约吃玛纳的时候 到新约 我就来讲一件事就是说 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打破的 好 所以在这个当中 耶稣要讲的是说 旧约这个已经知道 是一条死无童 无马 做的 所以你们要跳脱 你们要 吃我 让我的生命 跟你们连结 好 所以 在这里 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时的属灵领袖 拿律法 当做属灵的玛纳 但是他们想要 还是用做的方式 但是他们不愿意 吃耶稣 吃耶稣的意思 不是真的 把他分枝吃掉 就像我们在圣餐里面 我们说 这是他的血 这是他的身体 为你们打破的 其实 吃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愿意宣告 我们愿意 在他的面前说 我愿意我的生命跟你连结 生命跟你连结 所以弟兄姐妹 最后我们要来思考 我们的生命 耶稣说 我给你们五千人吃饱 我给你们增多多的祝福 你们不会 你们还是会渴 你们还是会饿 弟兄姐妹 我们要靠什么 不可不饿 就是你的人生当中 要如何得到真正的感觉 五千万够不够 一亿够不够 如果你现在说三千万够了 那我告诉你 你本来规划三千万的生活 你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我现在都是游艇之旅而已 我为什么不能有豪华客戚 客机客舱之旅 可能你还想再赚一个 另外一个三千万 所以我们重新的 对准目标 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和真正能满足我们的 有没有聚焦在一起 如果没有 我们就需要调整 要去找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 所以耶稣说 吃 在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 约翰说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就有永恒的生命 就是说 生命愿意跟耶稣基督来连结的时候 这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永恒 好 其实我们最后来看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这结论就是跟上帝 跟上周一样的结论 我们在八竹的当中 后来你都会看到一件事情 要成为上帝的国的子民 要得到的福气 就是这四个 上帝要保护我们 上帝要拯救我们 上帝要用祂的话喂养我们 上帝用祂的话教导我们 那这里的关键就在于 愿不愿意面对罪 当你愿意面对罪 你就会悔改 而且尽一目 就是说 照约定而行 如此我们才能走在上帝喜悦 蒙祝福的当中 所以这些福气是上帝已经预备好 透过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 所以这个福气是预备好 预备好在我们生命当中 愿你我都能够享受 并尽一亮的福气 我们同心来祷告 而爱我们的负责上帝 我们谢谢你 在今天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得罪你 并且希望从你来管教我们的当中 因为这件事我们知道悔改 而且为这件事难过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必定得到你的安慰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应该在信仰上面 还像小孩子 常常情绪勒索在你的面前 我们应该要长大成人 我们要非常稳定的 如同我们生命跟你的约定是如何 我们就这样去行 因为遵守而得到你所应许的 而不是我们毁约 却常常期待你额外的恩典 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最后我们来恳求你 让我们知道 渴望实行你旨意的人 渴望实行你旨意的人 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宝贝 一个珍珠 渴望实行就是 我们发现了 当我们愿意按照约定而行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就是你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份满足 愿今天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的帮助 阿道奉耶稣基督圣言 阿们